你怎么回事 他很平凡也不漂亮 粗鲁又不礼貌 爱逞家 爱傻笑 看到草莓冰淇淋呢 眼睛就会发亮 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 吃饭的时候也是狼狼虎言 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 实在是没什么 要信任的地方 真话 很好 继续 但是他处处为别人着想 看到弟弟逃学后 会比自己丢的工作还要紧张 包里呢 总会装着空瓶子 只是为了收集起来 给回收废品的老奶奶 她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 不管自己每天有多累 都会把自己最阳光的一面 暂时给大家 那你吃冰淇淋 吃了冰淇淋伤口就不胃痛了 心情安慰变好 这是我最爱吃的 让给你了 吃个冰淇淋 能让心情迅速变好 你也这么认为啊 对啊 这个还是别人告诉我的 疼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个冰淇淋 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没那么疼 这不是你的问题 如果你才这么想的话 阿姨知道了 肯定会不开心的 不对 不是让你说她的缺点吗 你怎么又说了一堆好的呀 我说的都是缺点 假话 你看 连测谎仪都看不下去了 用测谎仪来测试感情 这只能说明啊 你的内心不够坚定 我只是想知道 我的付出 它会不会有回报 我喜欢的人 是不是也在乎我 喜欢一个人 就会尊重她的所有选择 而不是让她为难纠结你 那你就甘愿这样看着呀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就不会计较对方 对你的感觉 认真付出就好 我 我会尝试 我会尝试 我会尝试